我們這邊一開始所提到的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透過TripGPT來優化我們日常的工作流程跟效率 我認為是要經過這四個點 第一個點就是必須要先去了解到底TripGPT它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秉持著開放的心態就是只要可以用的地方 那我們就試試看 只要不會洩漏機密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都值得去做一些嘗試 所以第一個點就是要先去了解到底TripGPT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們在稍早之前有介紹過四大面向 TripGPT可以用來當作寫著教練來做分析來做優化Email等等的 所以那個部分就是大家在一開始的時候要先去了解 有概念說到底TripGPT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第二個點的話就是分析現在你的工作的流程跟步驟 如果步驟可以寫得越細的話 其實對你在做優化來講會是越有幫助的 好待會我會舉就是打造雇主品牌這個部分的威力 好第二步是先把現在你的工作流程的步驟畫出來 第三步是思考這些步驟裡面 哪些可以半自動化或者全自動化方式去做優化 第四個是應用TripGPT 如果可以的話你可以集合第三方的這個程式 讓你的工作流程可以做改善跟優化 我們今天課堂沒有特別提到第三方的程式 因為第三方的程式包含外掛真的是講不完 有很多那種自動化的程式 也有很多那一種就是我看PDF檔 我又可以馬上去做摘要 或者是看YouTube馬上可以做摘要 這些外掛或者是程式 但是那一個的話就是太多了 所以我們重點是先放在 如果我單單就只會用TripGPT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子來優化我現在的工作的流程跟步驟 所以第四步我們是先談這個 但是如果你懂得一些第三方的程式 跟第三方這些API的話 你是可以把這兩個東西串連 讓你的這個流程自動化程度可以變得更高 但是大體來講 不管我現在是用TripGPT 還是結合第三方的程式 我們基本上建議都是從這四個步驟來就思考 了解TripGPT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分析現有的工作跟流程 第三步思考哪些地方可以自動化或半自動化的 第四步用TripGPT跟第三方程式 來去做工作流程的改善跟優寡 好我們現在看打造雇主品牌 它其實是一個蠻大的工程 那在這過程之中我想先截取一段來做說明 就是我們試著去改善這個求職的體驗 如果我可以讓這一個剛到職的新鮮人 從零到三月的過程中他的求職的體驗都很好的話 當然對於雇主品牌的打造是有幫助的 好那怎麼樣子來改善這一個零到三月試用期的 這一個求職體驗 我們就會分成這五個步驟 那這個五個步驟 基本上就是結合設計思考的方式來去做的 分別是第一個去定義我們求職者的人物制跟persona 我到底要找的這個理想人選是屬於什麼樣子一個人選 第二部分把這個求職者他的找工作的這個旅程把它畫出來 第三步去分析說到底他從找工作入職到三個月之前 這個過程中的痛點跟問題點在什麼地方 第四個部分找到這個問題點跟痛點之後 怎麼樣子去改善 讓這個求職的旅程可以是更加順暢 而且求職者是更滿意的 第五個設計一個新的求職的服務的流程跟藍圖 好所以我們現在先聚焦在零到三個月 這個求職體驗的改善這一塊 它是打造雇主品牌的其中一環 好那這個呢是一個大的流程 就像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我們先了解TripGPT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然後呢把這個流程分析出來之後呢 如果步驟可以寫越細的話越好 所以下一步呢我們給大家看 假設這個是我們大的五個步驟 我們在分析這細個步驟的話呢 每一個步驟呢拆解出來呢 會是像這樣子 以第一步來看定義求職者的人物制 我到底要找這個理想求職者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年紀 什麼樣子的個性或什麼樣子的一個人 好 這個族群呢 我們就針對這個族群呢去找一些適當的 符合這個族群的人選去做一些調查跟研究 我們會去定義說到底要用什麼樣研究方法 可以讓我們對於這個目標客群呢更加的了解 那其中一個方法呢可能就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 去瞭解 我們這個理想的求職者的樣貌是什麼樣貌 大家在過程中呢會去做一些內容的分析 最後呢把這個 理想求職者的這個 人選的訂定出來 也就是我們這邊所談的人物制 或者是英文所談的persona 好 完了之後呢我們去描繪到底這個求職者 從要找工作開始一直到入職三個月之內 他的求職的旅程是什麼 一般來講我們在做這個專案的時候呢 會從兩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呢會是從使用者角度來看 他在體驗這一個求職旅程的時候 他的心情的起伏 他覺得不錯的地方是什麼 他覺得好的地方是什麼 這是一個點 另外一個點呢會從消費者角度去評估 他從有意思到要找工作到考慮到評估到入職 有點像是消費者在買東西一樣 我們會經過那個不同的這一個採購的階段 好那求職者其實也會有他在採購這個工作的幾個階段 所以我會同時從這兩個面向去做分析 那細部待會我們會去做說明 所以一樣後面會做分析 然後會畫出這個求職者的求職旅程圖 從使用者角度切入 從消費者角度切入 好那第三個部分的話呢就是去 訪談這個旅程圖畫出來之後呢 我們去看到底在這過程之中 他在哪個環節容易會有問題 會因為這樣問題呢就不來公司了 甚至是不來面試的 甚至是來了一個月之後呢 馬上離開或者是來了一個禮拜 之後就走 好這個是很多 企業會遇到的問題 甚至來都不來 好那我們就要去瞭解 到底那問題點出來什麼地方 因為這些問題點找到了 加以改善之後 我們才可以讓這個求職體驗更好 才可以讓我們的這個品牌呢 在人力市場裡面呢 是比較有吸引力的 好 最後呢把我們要定定的這個問題 要改善這個問題點呢 把重新做定義 這個呢也是設計挑戰 設計思考裡面的一個專有名詞 就是我們所談的設計挑戰 好 它也是一個我們就是接下來要做 創意發想的這個題目 所以我們根據這個題目呢 去做創意發想 假設我找到這個求職者 從 入職之前 然後面試階段 然後呢 試用的期間 他在這過程中會遇到問題點 我們都去做一些改善 就我們 小企業 或者是我們公司的資源角度底下 可以改善的點 都去做一些優化之後 那 這個新的求職的體驗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體驗 最後呢 我們會畫出這個求職者的服務欄圖 好 所以這個呢 就是改善求職體驗的 五大階段 那每個階段呢 我們都盡量的可以把這個步驟 呢 寫細一點 因為 寫細一點的話 我們就可以找到在這個環節裡面 哪些地方 TripGPT可以切入去做一些協助 好 像我這邊所畫的這個logo的地方 就是最起碼 這些都是可以做協助的 在不結合其他第三方程式的情況下 比如說在訪談做分析的階段 在做創意發想階段 這些都是TripGPT可以使上例的地方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第一個在訪談過程中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 你是一個準備要創造 世界第二村的家庭婦女 請你分享在找工作過程中 你常會遇到的五個問題 好 我們這個案例 實際案例呢 是一個傳統的產業 那他們是做這一個 請具棉被相關的工廠 好 那他們的目標的客群呢 是屬於在 新北市某個區域的 二度就業的家庭婦女 或者是新住民 好 因為二度就業的這個婦女 或者是新住民 的這個婦女的話 通常就業穩定度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那個呢 是我們這一個 廠商他理想的這個目標客群 那我們那時候第一個在做的事情呢 就在思考說 我如果在沒有訪談 這個目標客群之前 我可不可以先請TripGPT 扮演這個角色 然後呢 試著回答問題 或者是 去了解說他在找工作過程之中 他可能會想到什麼問題 那你這 各位可以在這邊看到 我這邊寫的是 你是個準備要創造自己 事業第二春的婦女 請你分享在找工作過程中 常會遇到的五個問題 因為我就把它當作 AI當作是受訪者 我是這個中小企業的人資主管 或者是招聘的招聘人員的 這個主管好 去問他問題 結果呢他就回答我這五個答案 其實這五個答案呢 我後來看呢 的確就是 第二春的這個家庭婦女呢 他很容易會遇到的問題 比如說缺乏最新的技能跟知識 經驗不足 面試技巧不足 或者是被年齡歧視 因為那個第二春嘛 就是小孩 扶養小孩長大到大學畢業之後 他可能也大概五十多歲了 才回來上班 所以呢有些人就覺得 會被這種年齡歧視這樣子 所以 我看這個答案呢 其實還是蠻具有參考價值的 那我的這個指令的下法就是 我一樣請他扮演某個角色 那請他分享對某件事情的看法 好 這樣子一個問題呢 其實非常好用 好 所以第一個是角色扮演 第二個呢 是我反過來 請他幫我去設計問題 那我的指令是這樣下的 你是一個位於台灣中小企業任職的人資主管 現在呢 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 我要如何設計一個讓求職者能夠有更好求職體驗的方法 請你協助設計 訪談求職者的訪談大綱 並且說明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好 所以他就要把訪談大綱呢 設計出來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 有訪談大綱之後呢 你可以繼續再去追問說 啊 真的這訪談大綱 你可以幫我寫成更具體的訪談題目嗎 這個部分呢也是可以的 好 所以我這邊這個角色就變成換到人質的角色 我現在呢 要準備設計一些問題 要問這個面試者 所以我這個指定呢 會是怎麼下的 好 這個呢 也是TripGPT 他可以幫上網的地方 去設計一些訪談的這個題目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設計出來的這個人物質 叫做阿美 好 他是55歲的家庭主婦 他在新北市的五谷區 那他在求職的動機 跟他想要獲得的資訊 或者是他對於工作的認知 基本上我們都可以透過 第一個 剛剛所設計的訪談大綱 第二個 把TripGPT當成是受訪者 直接問他這個問題 都可以得到 這邊所提到的一些參考的資訊 好 所以這這兩章合起來 就是我們所談的求職者的人物質 一旦有這個人物質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再針對這一群人 去做行銷 或者是去招聘的時候呢 就會更加知道 這個求職者他想要的是什麼 那怎麼樣可以協助他 更快的進到這個公司裡面來 好 所以這個是Persona的部分 跟大家做分享 這完了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呢 繼續談第二部分 就是描繪求職者的旅程 體驗的旅程圖這一塊 好 剛剛前五名的部分 一樣 薛瑞是第一 薛瑞是第二 薛瑞是第三 再請那個助教幫助做紀錄 好 我們二字一部分的話呢 就是從使用者觀點去看 從入職前 從找工作開始到收到offer offer到通過試用期到正式就職為止 在這個求職的旅程之中 到底這個使用者就是這個求職者 他在這些階段裡面做哪些事情 他會接觸到了我們公司 或者是相關的哪一些接觸點 包含實體的包含網路上的包含人 包含設備等等 以及在這過程之中的甜蜜點跟痛點 好那這些資訊呢 基本上都是透過訪談的方式 或者是像剛剛所提到的 我把 AI當作是受訪者方式去做詢問 來得到這方面的資訊 這是從使用者的觀點去切入 分析這個求職的體驗的旅程圖 你會發現在這過程中 會有遇到很多狀況就是 沒聽過的公司不是好不好 工作環境沒有冷氣 好 那薪資福利有限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因為進到公司裡面來了 就開始發現 小公司也是有派系的 好 也是有那個很多的狀況 好 所以這個呢就是 在訪談過程中會得到一些資訊 好 那二之二部分呢 我們另外再從消費者角度來看 從他有意識到要找工作 到考慮相關的工作 或者是在多個工作裡面去做評估 最後呢決定要去什麼工作為止 我們一樣呢是去訪談 然後去了解他們在這過程中的問題點 所以包含在這個階段他會想些什麼事情 他會做些什麼事情 他會有什麼樣子的感想 以及在這個階段呢會有什麼問題 我們在這邊就會去特別去關注就是 他在找工作的階段 從有意識到要找工作 到考慮相關的工作 到決定去什麼樣工作為止 其實每個階段都會有些很重要的問題 跟困擾點 對於我們這個希望提升雇主品牌的公司而言 我們都會希望找到這些問題點之後呢 協助他去解決階段性 讓他過不去那個坎的那個問題點 可以協助的地方我們就盡量去做協助 好所以這個是從消費者角度觀點 所做的這個求職旅程的描繪 這完了之後呢我們接下來就會找一些 比較重要的問題點呢 重新去做設計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設計挑戰的調整表 像其中一個呢就是怎麼樣讓理想的求職者 可以加入公司 可是經過我們訪談完了之後 其實我們發現這個二度就業的婦女 其實她在就業過程中她會有這些顧慮 她會有這些需求 所以我們後來就把問題重新定義 成好幾個新的問題 比如說第一個問題就是 怎麼樣讓理想的求職者呢 的家屬能夠認同公司的工作 因為我們後來會發現就是 不單單只是求職者本身要認同公司的工作 求職的家屬能夠認同公司的工作的話 那是更重要的 因為二度就業的婦女化 其實先生都還在工作 我們可能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先生會覺得說 我都還在工作 小孩也大了 你就不需要去工作了 幹嘛還要出去抛頭露面 好 所以我們就發現一個點就是說 如果我們可以說服二度就業的家屬來認同 他也來這邊就業 有時候不見得是為了要賺錢 而是為了生活的調剂 或者是讓這個生活更加豐富的話 家屬的認同就會讓這一個求職者的就業穩定度 可以更高一點 或者是他更能夠加入這家公司 好 所以後來我們的設計挑戰 其中一個問題是從這個角度切入 第二個角度切入呢 是怎麼樣讓理想的求職者能夠快速的適應生活 就像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他已經離開職場一段時間了 公司所用到一些設備 或者是所講的一些語言 或者是需要的一些專業 其實這個求職者不見得具備這些東西 那他在適應這工作環境上 就會勢必遇到很大的挑戰 所以公司怎麼樣協助他快速的適應 而不會在一開始的時候 做不到一個禮拜一個月就夭折 就離開公司或離職 這個呢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好 所以這個呢就是我們會延伸出來的問題點 好 當延伸出這些問題點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會針對問題點呢 去做創意的發想 那這時候呢 TripGPT又可以用上了 好 像我這邊就舉個例子 你是一個位於台灣中小企業 任職的這一個人質主管 現在討論的問題是怎麼樣 你要讓理想的求職者能夠快速適應工作 那請協助發想五個可能的做法 並說明為什麼這樣子做設計 好 所以這個呢就是延續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怎麼樣協助這一個二度就業的這個婦女呢 能夠快速的適應這個職場的環境 那有什麼樣子的做法 所以呢你也可以請他幫你想一些點子 好 所以底下呢就是他寫的這個建議 那我看完這個建議之後 我覺得有些建議呢 的確是可以作為參考的 好 這個時候呢他並沒有胡說八道 好 所以這個是在創意發想階段的時候 TripGPT也可以使上帝 好 大家發想完了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呢就會去做一些創意的評估 因為在發想的時候呢 我們會想到很多的點子 好 最快有醫療有幾個同學 好我們再請那個助教幫忙做記錄 比如說 錄之前要有一個下班前的談話 然後呢滿月呢要個激勵 然後呢也可以請這個心境同仁寫一些感想 或者是工作日子 或者是做一些那種新人好上手的手冊 好 或者是邀請新人的同仁呢 同仁的這個親人呢 來加入公司的家庭日的活動 因為我們在這過程中也有提到就是 怎麼樣讓這一個家屬 二度富裕就業的這個家屬的 同仁或者是親屬呢 可以認同公司嘛 好 這其實也是其中一個發想的角度 那我們就用創新性跟可行性的角度呢 去評估 到底哪些是比較有創意的 哪一些呢是執行性比較高的 那通常我們都會找創新性高 可行性高的為優先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可行性高 當然創新性比較沒那麼高的是其次的 從這些點子裡面呢去找一些 我們可以採納的點子 然後呢重新去思考 好 假設這些點子我們都採納完了之後 這一個新人從找工作為開始到來面試 到進入試用期到正式入職為止 那我們在這個環境裡面 怎麼樣寫出他更快的適應公司的環境 我們就把這個呢重新化成一個新的求職的旅程圖 好 像這樣就是一個求職的這個情境 從一開始進來為止我們會開始提供什麼東西 那會有前輩的輔導 然後呢會讓他去檢視去做一些工作日子的撰寫 然後順日的滿月入職等等的 好 把這一個重新的求職體驗呢 把剛剛我們想的這一點子呢 納入之後重新优化我們這個求職體驗 好 讓這一個 這一段體驗呢不會因為誤會 不了解公司的工作內容而進錯公司 或者進來公司之後呢不會因為同事的排擠 或者是工作的不熟悉呢離開公司 好 這些其實都會讓我們的雇主品牌不好 或者是讓辛辛苦苦找到的人呢提早離開 這都是很有可能的 好 所以這個呢就是在這過程中呢 我們所做一些相關的協助 好 那這個呢就是雇主品牌的說明 有效果的話